欢迎来到蓝音社的大笛琴教学 今天我们要来讲解大笛琴的空弦 以及C大调音阶 说到大笛琴的四根空弦 首先我们先从低音符号来认出它们的位置 在这个低音符号当中 第一个小节它在五线谱的最下方下加二线的地方 这个音标注为C 也就是都 在上方有一个罗马数字4 代表它是第四弦 执法的部分标注为0 只要看到0就代表它是空弦的意思 再来第二小节是G 它位于五线谱的第一线 上方标注3 罗马数字3也就是第三弦 再来第三个小节 它位于五线谱的第三线 这个音我们标注为D 所以它是D弦也就是R的音高 上方标注罗马数字2 代表它是第二弦 最后一个小节 它位于五线谱的第五线 上方标注罗马数字1就是代表第一弦的意思 那么当中的C弦 A弦为于演奏者的最右手边 G弦则是右边数来第二根 D弦则是左边数来第二根 A弦则是最左边最细的那一根弦 接下来我从最低音到最高音 依序为您演奏四根弦的位置 首先是C弦 它位于演奏者最右边的位置 再来是G弦 它位于右边数来第二根弦 接着是D弦 它位于左边数来第二根弦 最后是A弦 它是最左边最细的那一根弦 接下来我们要来逐一讲解 C大调音阶在每根弦上面的指法 如果之前还没有看过我们的 关于基本指法的观念的影片 请记得先前往收看 这边会运用到之前所讲解到的 全音半音观念 这对您理解指法会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C大调音阶 就是从C开头的大调音阶 它的第一个音是DO 刚好大调音最低音的空弦也是DO 所以我们会从大调音最低音的C弦开始指法 在乐谱当中 它的指法是0、1、3、4 其中第一个音和第二个音是DO和RE 它是全音 再来第二个音跟第三个音 RE和MI它也是全音 所以指法是一指再加上两个指法 也就是三指 接着第三个音和第四个音 MI和FA它是半音 所以只要增加一个手指 也就是三加一 四指 所以总结来看 DO、RE、MI、FA 就是0、1、3、4 DO、RE、MI、FA结束之后 接着就是往隔壁的G弦 来接着进行SO、LA、C、DO 在乐谱当中 SO刚好是G弦的空弦 LA是一指 因为SO、LA是全音 再来LA、C是全音 所以它是指法是1加2 也就是三指 再来C都是半音 所以指法3加1 所以是四指 所以总结来看指法 就是0、1、3、4 接下来我们往第二个八度进行 刚才拉完了DO 接下来从RE开始 那么这个八度的RE 刚好是低弦的空弦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空弦RE开始 那么图上面的音 RE、MI、FA、SO RE和MI是全音 但是MI和FA是半音 所以MI是一指 半音的FA就是1加1 也就是二指 再来FA和SO是全音 所以SO的指法就是由FA的二指 再加上2 所以就变四指 总结来看RE、MI、FA、SO 就是0、1、2、4 最后就是LA、C、DO 那么五线谱里面您会看到 我把高音的RE打了一个夸号 这是因为我们在练C大调音阶的时候 不太会走到这个RE 但是很多曲子在第一把位 会用到这个四指的RE 因此我还是把它列出来了 LA、C、DO、RE的全音半音结构 LA、C是全音 C、DO是半音 所以C是一指 DO是二指 再来DO、RE是全音 所以DO二指 全音的RE就是四指 因此LA、C、DO、RE的指法 就是0、1、2、4 接下来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 四根弦的指法 第一行C弦是0、1、3、4 第二行G弦是0、1、3、4 D弦是0、1、2、4 A弦也是0、1、2、4 所以C大调来看 C弦、G弦的指法一样 D弦和A弦的指法一样 那么合并起来 从最低音走到最高音 它就长得像这样 第一小节 DO、RE、MI、FA 刚好在第四弦 也就是C弦 第二小节 SO、LA、C、DO 刚好在第三弦 也就是G弦 第三个小节 RE、MI、FA、SO 刚好都在D弦 也就是第二弦 最后就是LA、C、DO、RE 刚好都在A弦 也就是第一弦 接下来我一口气示范 当中C大调的音阶 那么在您开始练习按弦之前 可以先练习在纸板上面打弦 也就是用手指 在纸板上面敲出它的音高 如果这个音高持续的越清楚越长 那么就代表您的触旋是越集中越扎实的 以上就是关于大提琴的四根空弦 在谱上面的位置 以及最基本的C大调音阶指法 接下来我们会为您讲解 如何练习C大调音阶 以及它的爬音 请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影片 谢谢您的收看